大家好 欢迎收看锐说锐话 我是周睿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趋势和一个看点 趋势是针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正在升级 看点是在阿里之后 哪个巨头会接到下一张的反垄断罚单 先说反垄断的升级 中央深改委最近开了一次会 部署加强反垄断 反不当竞争 监管力度 这件事情的紧迫性 相信大家都有感觉 如果你是互联网的创业者 你会发现无论你怎么努力 最终也只能卖于巨头家 如果你是互联网的消费者 你会发现你被平台拿走的数据 没有帮助你获得更好的服务 反而成为了他们割里韭菜的镰刀 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空间 消费者的权益必须保护 所以此次会议的锋芒 直指互联网巨头 在制度上 未来我们会加快健全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的监管制度 在力度上 要求加强平台经济执法 在执行上 要求充实反垄断 监管力量 在反垄断趋势的升级下 美团的半年报 自然引发了波澜 在这个报告的豁然事项中 美团披露其 针对它的反垄断调查 仍在进行 公司呢 有可能被处于高额罚款 这并不是启人忧天 4月份 阿里刚刚被罚了182亿 重要的原因 就是其实施了二选一的行为 而在市场监管总局 立案调查美团的原因 恰恰是实行二选一 等涉嫌垄断行为 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 罚款数量 以设施企业上一年 营业额为基础 比例可以是1%到10% 阿里当时是按照 4%的比例来罚的 所以一旦美团的问题查实 其也会面临同样的罚款机制 不过无论谁接到阿里 后的下一张大单 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升级 都是大势所趋 平台企业如果继续野蛮生长 无需扩张 必将付出 惨痛代价